Hello,大家好,我是何以建德 今天给大家评价一款贵族啤酒 为什么说是贵族啤酒呢? 第一,就是价格特别贵 在Chartley头卖到了十块钱一厅 去了酒吧那就更贵了 第二,它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高贵,纯洁的意思 第三呢,就是它的口号 百年经典一世传奇 没错,就是这款青岛啤酒的奥古特 人称啤酒中的奢侈品 今天我们就来喝一下这款啤酒到底怎么样吧 奥古特1903,这个名字的来历 就是因为德国人奥古特在1903年 把啤酒量造技术带到了中国 在远东地区开设了第一家啤酒厂 这就是青岛啤酒厂的前身 所以说为了纪念这款百年经典一世传奇 就推出了这么一个高贵的奥古特 但是,甭管它怎么高贵,甭管它价格怎么贵,甭管它有多奢侈 来到中国就逃脱不了这个工业拉格的秘密 我们来看它的配料 水,麦芽,大米,啤酒花及制品 酒精度4.7度,麦芽浓度12度 我就说了,甭管它再高贵 只要是加了大米,加了淀粉,那就是耍油盲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来品一品这款啤酒吧 颜色方面呢,淡色的拉格 泡沫不够丰富,但是很细,很均匀的泡沫 淡淡的酒香味儿 从麦冠呀,以及气泡呀,还有酒香来说呢 跟普通的这种拉格啤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来,尝尝口感 入口还可以 在口腔中的这种酒体的饱满度还是很够的 然后回味呢,带着很浓郁的这个麦芽的香味 还有一点点这个焦香味在里面 回味呢,稍微有一点点干 还可以吧,比起普通的这个工业水皮呢 倒是强了不少 至少它的这个酒体的颜色,晃一下看看 酒体的这个饱满度还是很够的 不像那种工业水皮看起来就跟水一样 这个稍微还是能够看到酒体的这种 好,宝满度在里面 还可以 但是,就这样一款贵族啤酒 我觉得有这个价钱真不如买一瓶精亮 怎么说呢,不懂的人拿这个装装门面 还是可以 但是,如果您是真正喝啤酒的人呢 有这个价格 不如选择一款比较不错的进口的精亮啤酒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想了解的啤酒知识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拜拜 拜拜